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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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说明镜与点栏目 看见开 订阅 我的主人 想答应你再做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已经开启点栏目 答应要 more 当他说说陆川 老ibel 你这一行 也可当作是替我们拜访老友吧 说起来 也不知道夏侯大哥过得怎么样了 当年中秋 他来山上与我们践行 说要去西域 往后就再也没有音信了 总听你们嘴里念着那段旅程 一定很精彩吧 唯有良师亦有 欲知增色 当然 还有 不过 好了好了 又要回忆起你和风姐姐的往事了 快打住 时辰晚了 下山的路也不好走了 把腰带的信与话都交于我吧 我这就启程了 路上当心 等你的好消息 明镜需要小沉的流程 放下来 见面 小沉开玩笑 电脑的 benefit 快点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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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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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我叫住女侠 是有一事相求 何事 若是我力所能及的 请女侠收受我的聘金 做我的保镖吧 我出来时没带多少钱财随身 先给你二百两银子做定金 待我事成 比当重重抽屑 如今在荒山野连无处写字立句 等我 我还没答应你啊 为何 是二百两银子还不够吗 好吧 果然姨妈说的没错 在外求人办事 没有我想的这么简单 要不 三百两 这是我最后的钱了 锦公子 并非我十股不化 只是我们江湖人士行侠在外 住人士理所应当 但是受雇就是本末倒置了 三百五十两 路上的饭钱 住宿钱我也不留了 这是我最大的诚意了 等等 不对 我的钱 完了 我的钱都被山贼抢走了 我怎么突然忘了这一场 完了 全完了 我看死了 娘 我最后的 那我 那我就拜你为师吧 我 我还没答应你呢 怎么就 英女侠 你一定得答应我 可是有什么眼情 总之你 你先起来说话 这一路来 可是哭了我啦 师傅 你这一身功夫是打哪儿学的 我刚才在那边 只一期听到你跟他们说了天玄门几个字 天地玄黄 那是什么地方 你不知道天玄门吗 我 我见识浅漏 我 确实未曾听闻过 可是师傅 你的师门 那我是不是也得拜上一拜 可有师祖 师宗 门纲教条这些 啊 你先等等 我也是第一次受人拜师 这些东西 我也都不知道啊 依次先问一个问题 呃 天玄门是什么 是一个泰山天远峰上的武林门派 我的大师兄殷建平 是现任掌门 哦 哦 世上竟然真有武林这样的高人之所 我答了一个 该当我问你了 这可没说好 我问你 你可真是姓景明了 如实高来 这 嘿嘿嘿 师傅你有所不知 我姨妈叮嘱我 出门在外 定不能以真名相称 既然闹着要拜师 连真名姓都不相告 还说新城 哦 我的名字叫景乐齐 给我起名的人说 取的是 乐见六齐的寓意 是工匠世家 呃 算是吧 罢了 也不为难你了 那 轮到你问我了 师傅此行 打算往哪里去 嗯 还没什么想法呢 虽然有话要带 有人要访 其实也不甚紧急 游哉悠哉 四处逛逛 看看再说 我刚刚才从山上下来 这俗世间的一切 对我来说都是新的 好不起妙 那 师傅可愿意随我一行去到辉州 去辉州 做什么 那当然是参加夏月举世闻名的酿酒大赛 酿酒还有竞赛 师傅 这就有所不知了吧 那可是全国顶赴盛民的酒店举办的比赛 决胜者可在天下一流的酒店占有一席 甚至还能成为贡酒送去京城呢 看不出来你竟然还有这样一番宏图装吃 师傅 千万别当井六是浪荡顽固之人 偷偷与你说 我身上带着一件至圣绝旗 是酿酒的法宝 从小到大 唯独酿酒这事儿 我还没输过谁 虽说别的都没怎么赢过 行啊 那边依你 到时候也给我尝尝 你酿的酒能有多好喝 那边极好 好极了 师傅 往后有你剑法神功护身 我这一路上 可再也不怕被抢了 我还是一个十分钟 我还能把这一路上 怪我 偷偷下看 我也是 你能看ということ吗 我还能看到这条帽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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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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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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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何测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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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将你想要抚摸的第一步 就是法觉若非要时 不可轻易唱售 我也好奇 你同他说了什么 不过我猜 应该不是法觉吧 对 我同他说的意思是 我看见你了 看见你了 是 我随爹和师兄多年来 想要领悟的要义 便是这些 在人世间逗留的鬼魂 多半是执着于身前之事的念 他们想要的 只是被看见和听见 如此便消去心愿 重入轮回了 师父 我没听懂 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 只有借他人之而言 才能知晓自己的存在 人死去时 只有这般心愿 存于此事了 不想 见你年纪轻轻 竟还有这般掩饰 我爹肃赠妖魔 以人魔之别为戒 我师兄所好大义 求的是生生同仁 两全其美 我看到的 只是他们没有看到的角落 我知道了 我这里有一物 可是你的 这是 这是 师父 这不是你被那抠死鬼 黑走的剑侠吗 这位女侠 是你抢回来的吗 也不算吧 只是一眼便觉得 这东西摆在那边格格不入 想必也不是那老板的东西 多问了他一句 他便还给我了 他很配你的剑 现在 你就是他的原主吧 那便多谢 女侠仗义是行了 敢问这位女侠方便高兴 无必知道我的名字 路过儿耳 也罢 女侠气宇不凡 说日后有缘再见 无需互通姓名 我也会一眼认出来的 嗯 或许吧 那便到时再见 什么嘛 来去如风一眨眼就走了 难不成真是神仙啊 走了 别对着人家念念叨叨的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